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 为您是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向我表白的 那天一早,我爸就打电话查了我的分数 按我平时的成绩,稳妥妥的一本,没问题 没想到,我会超常发挥,竟然过了重点线 我爸激动得劳累纵横 我妈也开心地打电话给我小姨和舅舅们报喜 唯独我很淡定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您的功劳 因为考试那几天,为您专门从学校请假回来 陪我一起 每次我进考场前,她都给我加油打气 她的鼓励比我爸妈的耳提面命靠谱多了 因为我想去为您的那个城市读书 最好能和她一个大学 她那么优秀,我只有变得更优秀 才能配得上她 我正在想,为您 为您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她先是问我的成绩 我告诉她之后,她也很开心 挂电话之前,为您突然神秘兮兮地说 小丫头,五分钟后楼下的接近公园等着 有惊喜给你 一听到惊喜,我的心就飞了 拖鞋都来不及换,飞奔着下楼 我没想到为您会那里等着我 以为她会给我送一份大礼 没想到最大的礼物就是她 见到我,为您给了我一个拥抱 说带我去玩 我好奇地问她 你不是说你在准备期末考试 还得过几天,才回来吗 为您说 你的大日子我肯定是要到的 不过我下午五点的火车回去 不耽误明天的考试 听她这样说,我更感动了 那天为您带我去了游乐园 顶着高温把我喜欢的游乐项目都玩了一遍 就像是小时候那样,不管什么 我一个眼神,她就能明白我在想什么 玩完,她又带我去吃好吃的 吃到最后,她说要送我一件礼物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 是一个银制戒指 我有点激动,有点忐忑,却不敢多想 看我这样子,为您拉过我的左手 帮我戴在中纸上 然后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傻丫头,等了你这么多年 你终于长大了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女朋友了 你愿意吗 我赶紧点头 接着为您拿出她的戒指 让我帮她戴上 那天送为您去火车站的时候 她一直紧紧地牵着我的手 天气很热 我们的手心里都出了汗 但是却舍不得分开 我知道我们这次牵手和小时候是截然不同的 我贪心地想这一辈子就这么牵着她的手 那时候的为您对我大概也是这样的心思吧 说起来,我和为您的缘分真的很有意思 她家住我家楼上 她爸爸和我爸爸是单位同事 那时候我们住的是单位的老房子 我妈怀我五个月的时候 四岁的为您看到她 就指着她的肚子叫妹妹 我妈妈开玩笑地说 要真的是妹妹 你照顾她好不好 为您却固执地摇头 乃声乃气地说 我要娶她做媳妇 当时在场的大人都笑了 大家都以为是玩笑 没想到为您却很认真 她有啥好吃的都会送到我家去 说让妹妹吃 我出生那天 为您幼儿园放学去我家 家里没人 她妈妈说小妹妹要出生了 阿姨去医院了 为您又哭又闹得要去 后来没办法 她妈妈只好带着她去了医院 他们到的时候 护士刚好把我抱出来给家属看 果然是女孩 为您开心地也要抱我 我妈住院的那几天 为您每天放学 就闹着要去医院看我 等我妈回家坐月子 她更是每天往我家跑 开心地叫我妹妹 我长大后自然而然地 成了为您的根屁虫 因为爸妈工作忙 我刚上小学的那三年 放学了都是为您带我回家的 他会把自己省下来的零花钱 给我买好吃的 我也很依赖他这个哥哥 只是后来 为您考上了市里最好的初衷 他爸在那边买了一套房 为了方便 他们全家都搬过去了 而我已经上了小学四年级了 可以照顾自己了 不过为您每个周末 都会回来看看我 那时候我们真的是两小无猜呀 高考完后 为您去了武汉上大学 那所大学很有名 为您临走前 鼓励我加油 争取和她成为校友 只是我最终 没和为您成为校友 但是好在我们都在武汉 那一年我在忙着 适应大学的生活 而为您在忙着申请出国 她想去国外的学校 要见识一下 我自然是支持的 那时候的她 在我眼里就是雄鹰 我也希望她能飞得更高更远 最终为您拿了部分奖学金 申请去了美国的大学 而她在走之前 专门征求两边爸妈的意见 和我订婚了 我们的订婚仪式很简单 也很温馨 订婚的第五天 为您就去了美国 刚过去她学业很忙 只能见缝插针地 和我联系 只是最后一年 她忙着论文毕业 我忙着考研 有一天从自习室出来 我突然发现 我们已经有一周没有联系了 这在以前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状况 我心里有点慌 但是想想我们的感情 我还是有信心的 毕竟我们认识22年了 这22年 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 那天晚上回去 我给她写了一封邮件 让她压力不要太大了 邮件她过了好几天才回 说她天天在实验室忙 我自然是相信她的 大四下学期 考研成绩出来 我成功地考取了 为您母校的研究生 只是我隔着千山万水 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时候 她并不是那么开心 我以为她是压力太大 却没有想到 那年的七月 我刚拿到大学毕业证 为您回来了 只不过 她不是回来和我结婚的 而是向我说分手的 按照我们的原定计划 为您出国三年 她回来 我正好大学毕业 就可以领证结婚了 却没有想到 打自己来的猝不及防 为您回来 我都不知道 还是她回来的第二天 主动找我的 只是面对我热情的拥抱 她很冷淡 当时我还以为 是时间和距离的缘故 因为为您出国这三年 都没有回来 这下好了 她终于回来了 我们终于可以 开心地在一起 不用日日思念了 为您却对我说 她爱上了别人 那个女孩叫娜娜 和她同岁 这两年她在国外 也幸亏娜娜照顾她 是娜娜的鼓励 让她度过了最难的时刻 从而把学业坚持下来 并且她也慢慢想明白了 她其实是一直把我当妹妹的 以前是她看不清自己的心 遇到娜娜后 她终于明白了 自己对我的感情 就是兄妹之情 她的话如同五雷轰顶 我半天都没有缓过来 好不容易反应过来 我哭着问卫宁 那我呢 我算什么 咱们之间这么多年 卫宁不停地跟我说对不起 还说娜娜已经有了她的孩子 她没有办法娶我了 所以只能辜负我 那天我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回去的 回去后我躺在床上 不吃不喝昏睡了三天 中间还发了高烧 后来爸妈把我带去了医院 只是我的高烧并不消退 医生说那是我的心病 直到一周后我才出院 人受得拖了刑 魏宁的妈妈在我出院的第二天 上门给我爸妈道歉 我爸生气地赶她走 说我的命差点都没有了 她的儿子做的都是什么事啊 当初说得那么好听 现在做的都是什么事啊 只是魏宁的妈妈没有走 她提起了另外一件事 我大二那年 武汉的房价有上涨的苗头 在魏宁妈妈的建议下 我们两家共同买了一套房 当时两家的父母意思是 这套房 以后作为我和魏宁的婚房 房子有一百平 由魏宁家出资六十万 我家出资五十万 共同购买的 房本上写的我和魏宁的名字 魏宁是委托她妈妈 帮忙办理的 现在魏宁妈妈的意思是 他们家愿意给我家五十万 让我把房子让给魏宁 因为魏宁的新工作在北京 他们家打算在那边给她买房 想要卖掉这套房子 那几年我只顾学习 没有管房子的事 魏宁的妈妈这么一说 我爸上网查了一下 房子比买的时候 价格已经翻番了 虽然我家是不同意的 我爸的意思是 这套房子卖掉 我们两家按照出资的比例来分 魏宁家不愿意 听我爸妈说 他们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那两年 魏宁她爸投资失败 不仅没有赚钱 反而把老本赔进去了 魏宁妈妈的意思是 本来那时候 他们家要全款的 是我爸妈硬要出那笔钱 要知道那五十万 当时我妈还问我两个姨 借了二十万 因为他们不想让魏宁家 看低我 没想到 现在魏宁甩了我不说 房子他们家还要霸占 当年 魏宁的妈妈这么一闹 两家人彻底撕破了脸 也撕毁了那么多年的情谊 最终房子是卖掉了 我和魏宁一起签字的时候 相互无言 我心里只觉得悲凉 本来我爸妈想和他们打官司的 他们觉得魏宁太渣 他爸妈太过分 我说算了 毕竟魏宁是真的对我好过 小时候他给我那么多的照顾 就连高考我那么拼命 也是为了他 何况买房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想过 房价会这么涨 你们都是为我们好 也希望我们有两个好的未来 也希望我们幸福 现在这样 彼此放过也好 我爸叹了一口气 我妈说 你个傻姑娘啊 就你心软 人家对我们心软了吗 说着说着 他又哭了起来 说魏宁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怎么会变成这样 小时候看着那么可爱 那么暖 是啊 谁说不是呢 只是人心是会变的 以前我也觉得 我以后肯定是会嫁给魏宁的 现在却要硬生生地 把他从我的生活中剥离 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却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 我的心如同被割裂一样疼 最终我爸说 算了 可凭良心 卖房款 魏宁家最终给了我们六十万 魏宁对我说 对不起 对不起就能抹去 我对他这么多年的情谊吗 可他毕竟 是我最好的大哥哥 从小带着我 那些年少的时光 是我此生最好的回忆 我没法诅咒他 更没法恨他 只是对他说 祝他幸福 从此以后 山高水长 彼此珍重吧 分手后 有三年的时间 我每晚都会哭 在路边看着哥哥 牵着妹妹的手 我就会想起 小时候的为您和我 情不自禁地流泪 看见路边 幸福的情侣 我也会哭 大学室友的婚礼上 看着幸福的新郎和新娘 看着他们互换戒指 我哭得一塌糊涂 泪眼朦胧中 我想起来 我和魏宁的定婚仪式 那天在台上 我们给彼此的无名纸商 带上戒指 魏宁还吻了我 过去有多甜蜜 现在就有多痛 好在我都挺过来了 为了忘却 研究生期间 我拼命地学习 毕业后 我成功考上了 上海一所名校的博士 只是我没有想到 五年后 在我快要彻底 把魏宁 尘封在记忆里的时候 会接到他妈妈的电话 他妈妈问我 能不能去看看他 说魏宁这些天 一直在说 他对不起我 想见见我 他妈妈还告诉我 魏宁得了尿毒症 还说他准备 给魏宁绝一个肾 手术定在一周后 我说让我考虑一下 上周我飞去北京 看了魏宁 他在医院里 全身浮肿 面色灰暗 见到我 魏宁说 小然 你能来看我 我真的很开心 说得他想笑 眼泪却流了出来 再次见到魏宁 看得现在的他 和我记忆里 那个明朗的他 真的是不同了 我也很心酸 那天我临走的时候 魏宁说 小然 对不起 我觉得这都是报应 是上天对我的报应 对我辜负你的报应 我就是个混蛋啊 我们都哭了 走的时候 魏宁的妈妈送我 她说 小然 魏宁离婚了 那个女人得知她生病 第一反应 就是和她离婚 孩子也带走了 唉 当初卖房的事 千错万错 都是我和你叔叔的错 魏宁其实想多给你 加一些钱 但是你叔叔 那时候生意失败 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啊 如果可以 你多安慰一下魏宁 当初 她就是被 那个女人迷住了 对不起 看着脸上 皱纹横生的 魏宁妈妈 和我记忆中 那个漂亮的她 真的不同了 现在 她只是一个 为了儿子的病 忧心的老母亲 我很真挚地对她说 阿姨 都是过去的事了 过去了就过去了 希望你和魏宁 守住一切顺利 回去的路上 我在飞机上 不断地落泪 我和魏宁 我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局 虽然我问心无愧 但还是有遗憾 虽然分开 其实 我还是真心 希望她过得好 魏宁守住那天 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 希望她一切顺利 不管如何 她曾经温暖过我 这是我能为她做的了 飞机落地 回到我的城市 有的花在开 有的在凋谢 就像是人生 为您曾经陪我 走过最灿烂的花季 一生很长 它只是我生命中的 一个插曲 有个温暖 有个苦涩 但是都过去了 我想我的未来 肯定有个很爱 我的男人在等我 愿我早日 遇见那个对的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建立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我们下期待会儿就能否成为转租 和大家一起聚在不同项目的 词萝卖 我们下期待